穿著全套防護衣 仔細的在大體上面 利用專業的修補及化妝技術 把大體處理完成 儘管戴著口罩 眼神卻不失專注 她是專業大體化妝師劉宿英 投入大體美容工作 已經超過30年 我覺得我自己滿安於現狀 然後那這工作 很多人都講說 你是做好事還是怎麼樣 我說我也沒那麼偉大 我說這個工作讓我溫飽 那我很珍惜 能夠有就是在業界實習 帶有實務經驗的老師 對我們學生來說 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珍寶 所以那時候 因為我對儀體美容 跟修復的技術 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我那時候內心第一個想法 就是我一定要抓住這個老師 因為我覺得老師 他對我們學生的態度 就是非常的開明 你願意學 我所有的都願意交給你 劉宿英是台灣首席的大體化妝師 三十年前二度就業 就踏入了這個置業 雖然辛苦 她卻不以為苦 家人更是相當的支持 而她也在南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指導出許多徒弟 其中七年級的徐婉禎更是她的驕傲 徐婉禎從台中女中畢業之後 就以第一志願進入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一師一友的他們 共同為往生者做最後的服務 第一次認識婉禎的時候 是在他們學校南華大學 因為我去監課 就是上這個遺體處理跟美學的課程 然後她很有心 然後也是從她開始才南華大學有 每一年的暑假都有十位學生 來我們這邊做240個終點的實習 然後婉禎很認真 我覺得她可以舉一反三 很願意去學 所以我覺得如此可笑 人生都會走到這個地方 那其實她不是結束是另外一個開始 就像你到了機場要飛到另外一個國度一樣 那也許你在出發的時候 你的本身是遺容不整的 那我們有這個榮幸來幫你 弄得漂漂亮亮的送你出國 那對我來說 就像一個圓滿人生旅遊的一個規劃師一樣 劉蘇英跟徐婉禎 29號受邀到台北電台 與聽眾聊聊他們從事送行者 這個行業的酸甜苦辣 也讓聽眾深入了解 這個外人節的神秘禁技行業的內容 全程訪談內容將在幸福台北節目播出 歡迎市民朋友們準時收聽 開播大台北新聞曹登華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真心按道理